割草机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哦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琪的家去了 爷爷 你好 爷爷 你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你好呀 割草宝 爷爷 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长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割草宝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了 割完了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都在 我们能去坐火车吗 呃 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呃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 请举手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 请你们把手都举好喽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突然路上出现了一滩泥 这会让我们多陷进泥里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 这只是一滩泥而已 来吧 格特鲁格 你可以过去的 来吧 巴士 你也可以的 巴士陷进泥里去了 哦 真倒霉 你好啊 兔小姐 你今天怎么样 我陷进泥里去了 你能救我出来吗 没问题 你的卡书马力够大吗 相信我吧 成功了吗 呃 没有 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 但还是谢谢你了 我有个办法了 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 呃 是个好主意 兔小姐 猪爷爷的小火车 要把兔小姐的巴士 从泥里拉出来 马力全开 加油 格特鲁格 加油 格特鲁格 太棒了 哦 所以乔治 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对不对 哎呃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 可怜的乔治 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 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哎呃 乔治 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呃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 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哦 张大嘴巴 然后说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嗯 佩奇 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啊 当然可以 呃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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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 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 棕熊医生 不用谢 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 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短 乔治 拜托你打喷嚏 不要这么大声 哎呀 好吧 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 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 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我的小家伙们 唉 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你想要说什么呢 亲爱的苏姨 亲爱的苏姨 嗯 我不知道接着要怎么说了 要不这样 我们很乐意去参加你的派对 此之敬礼 佩奇和乔治 嘿嘿嘿嘿 你们想用什么颜色的信封呢 用红色的 把马苏姨想接收 还有最重要的是贴上邮票 嘿嘿嘿嘿 这封信可以送出去寄了 这个是邮箱 丹妮 苏西 艾米丽 日贝卡和佩德罗都来了 他们都是来寄信的 佩奇也带着她的信来了 好了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嗨 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收到我那封关于派对的信了吗 收到了 而且我已经给你写了回信 哦 太好了 我的天哪 今天有好多的信啊 这封信 这封信是我记得 它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哦 是给我的吗 我现在能打开吗 这是给你的 苏姨 班马苏姨小姐的 班马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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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信都是苏姨的 那封信 那封信是我的信 能让我来送吗 哈哈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他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哈哈哈哈 不是的 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 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 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哇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 爸爸 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 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一 二 三 做得好 现在该拟了 乔治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乔治 把嘴张大一点 再张大一点 好了 让我来看看 大象医生用小镜子来看牙齿 希望你没有吃太多的糖果 佩琪 当你嘴巴张开时实在很难说话 好了 检查完了 牙齿又白又干净 他就和我一样 那我现在可以喝漱口水了吗 可以 但不能喝下去 要把它吐出来 乔治 现在该拟了 不要 乔治不想做检查 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 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 恐龙 很高兴见到你 恐龙先生 医生 那不是真的恐龙 那是塑料做的 抓稳了 你做得很棒 乔治 乔治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 乔治 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 乔治 张开嘴 像这样 对 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样 检查完了 你有很健康 洁白的牙齿 乔治 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 大象医生 乔治 是的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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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 乔治 别忘了喝漱口水啊 哦 等等 这是什么 怎么了 大象医生 乔治 乔治的牙齿很干净 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 乔治很高兴小宝宝是男孩 恐龙 宝宝现在还太小 还不能玩恐龙呢 乔治 小宝宝他不想和你一起玩 他想和我一起玩 佩奇 宝宝现在还太小 根本不能玩球 如果他既不能和恐龙一起玩 也不能玩球 他能玩什么呢 他就会吃 还有睡觉 还有那样打嗝 请问一下 我能抱一下小宝宝吗 可以 如果你能非常小心的话 你就可以抱抱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 这是他的名字 他叫亚历山大 这么小的宝宝却有这么响亮的名字 这名字真不错 虽然他是一个小男孩 好香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哎呀 真是太恶心了 佩奇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哈哈哈 妈妈 我能跟佩奇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哈哈哈 合罗伊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的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那我们出发了 我比你们快 我们没有在比赛配骑 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 是的爸爸 但是还是我比较快 现在我们比较快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佩奇 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 但是现在开始了 对不上我了吧 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你们好 鸭子们 我在骑自行车呢 你们好 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 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 地面现在非常陡了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这真是个累人的工作 猪妈妈 你没有在踩她吧 对不起猪爸爸 我只顾欣赏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 你好佩奇 你们好 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 佩奇 你想要参加比赛吗 好的 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在我鸣笛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就像这样 佩德罗抢先出发了 等一下佩德罗 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对不起猪爸爸 佩奇 选我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呀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呀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准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快呀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妈妈 加油 加油 妈妈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佩奇 不要讲话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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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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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用力 拉 女生加油 拉 我再拉呀 所有人都努力在拉 结果 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杨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佩奇 你好啊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了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奇 去救援了 我们去救援了 你好啊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了 太好了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哦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啊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 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我确定你的眼睛没有问题 不是的 妈妈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没有谁眼睛闭上了 还能看到东西的 哦 为什么突然说起要戴眼镜 佩德罗对眼镜非常的了解 他的爸爸是一名眼光师 好的 佩琪 那就带你到真正的眼光师那儿 去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就去吧 乔治 你也要去检查视力吗 不要 佩琪到了眼光师这里 马先生就是眼光师 你好啊 佩琪 请坐下吧 好了 我能帮你点什么吗 我想检查一下视力 谢谢 没问题 把这副特殊眼镜戴上 然后看看这个表 马先生要为佩琪检查视力 你能把这些字母都读出来吗 好的 很好 现在来读一下这些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 非常好 非常好 现在请说出这些颜色 我必须要就输了 那么这副呢 哇哦 我喜欢这副眼睛 妈妈 不错 佩琪 你看上去非常惹眼 我看上去非常惹眼 这是我的新朋友 狮子李奥 他在哪呢 那里没有人呀 苏西虚构了一个假想的朋友出来 你看不到他吗 佩奇 我们来扔球玩吧 好的 给你 李奥 佩奇把球扔给了苏西的假想朋友 李奥他没有办法接到球 他可以接到 他只不过是不喜欢玩接球 那李奥他喜欢干什么呢 他喜欢吼叫 那他现在会吼叫吗 哦 是的 那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不是 那是李奥发出来的 啊 你好啊 李奥 佩奇假装他也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李奥 你也能做我的朋友吗 他说了什么呀 他刚才点了点她的头 这代表他同意了 佩奇 苏西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他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他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 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他想吃水果蛋糕吗 他说他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停 我要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噢 糟糕 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杨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他说话 哦 哈哈 他们会和好的 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 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理查德 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他说什么啦 Bonjour Peppa Comment ça va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 佩奇 他是说你好 佩奇 你好吗 他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James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ise Amis 嘿嘿 聪明的爸爸 嘿嘿嘿 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朱爸爸擦了擦他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嗯 这不太好翻 写得乱七八糟 他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嘿嘿嘿 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带分聊天吧 怎么聊 他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嘿嘿嘿 嘿嘿 Bonjour Est-il possible que Peppa parle à Delphine 猪妈妈问的是 可以让佩奇和戴分通话吗 你好 Bonjour Bonjour 嗯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como ça va como ça va 嘿嘿 再见 Au revoir Au revoir 他说什么了 他说了法语 Bonjour George como ça va 佩奇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嘿嘿嘿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班马先生来为佩奇加速信 来信了 太好了 我能看看戴分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佩奇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嗯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林杨夫人 还有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了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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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啦孩子们 晚安 林杨夫人 哈哈哈哈 佩奇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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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了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杨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杨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接着苏西 哦 没接到 球筒 谢谢你了 球筒 哦 球筒 谢谢你 球筒 球筒 哦 天哪 乔治不喜欢这个游戏 小狗丹尼 小马佩德罗 小兔月贝卡 小摩坎迪 都来了 大家好 你们好 我们在打网球 我们也能打吗 但是球拍不够啊 哦 那我们来玩别的 我们来踢足球 好哎 踢足球 男女大对抗 男女大对抗 哈哈哈哈 两边都需要一个守门员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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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佩德罗和小兔 瑞贝卡当守门员 开始咯 哈哈哈哈 得分 小兔里查德得了一分 男生队会赢 哈哈哈哈 这可不公平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嘿嘿嘿嘿嘿 嘿 这可不行 你不能用手拿着球 当然可以 我可是守门员 加油 瑞贝卡 加油 得分 好哎 这一球可不能算数 算数 不算数 算数 不算数 你们在吵什么 爸爸 男生队作弊 没有 女生队才作弊 看来你们需要一位公正的裁判 什么是裁判 裁判是用来看大家是不是公平比赛的 我要当裁判 选我 选我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 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他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呀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 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啊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 奶奶 哦 糟糕 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 天呐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他离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上了 我们都被渔去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为生了 不 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 还有青蛙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哟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 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吗 是的 真是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耶 欢迎同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再见了 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那当然可以了 佩琪 太好了 好了 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 哈哈 我要把爷爷所有的 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 你看你 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 离我的生菜远一点 哈哈 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 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 哈哈哈 佩琪的朋友们来了 哈哈哈哈哈 你好,朱爷爷 你好啊,苏西 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 是的 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我们是贪吃的蜗牛 珈其 我们在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 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 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 哦 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 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 我扮胡萝卜 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 不用了,瑞贝卡,不用扮胡萝卜 大家跟我来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 爷爷,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 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佩奇 那个是蜜蜂的房子 它叫做蜂香 哦 看呐,这里就有一只 它在干什么? 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 然后它会再飞回蜂香,把花蜜酿制成蜂蜜 嗯,我喜欢蜂蜜,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 嗡嗡嗡 好的,来扮成蜜蜂吧 嗡 李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李查德 哦 哦 天哪 李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李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嗯,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好 拿好了 太棒了,猪爸爸 那是,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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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哈哈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了,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哈哈 苦无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猪爸爸 真幸运 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从这边看,会看得比较清楚 爸爸,你注意哦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 佩奇 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 请小心一点,猪爸爸 别不要把我们弄湿了,爸爸 哈哈 别担心,佩奇 别把我们弄湿了,爸爸 我说了不会弄湿你们的 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 哈哈哈哈哈哈 乔治想回收爸爸的报纸 哦哦哦,我的报纸还没看完 不能给你,乔治 你得等一下 看完了,拿去吧,乔治 哈哈哈哈 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乔治 哈哈哈哈 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 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 太好了,我们走吧 妈妈拿着瓶子 佩奇拿着一拉罐 乔治拿着报纸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爸爸 那我们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 到了 好耶 好耶 你们好啊 你好,兔小姐 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 是的,没错 太好了 拿来吧 兔小姐在干什么 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 哇 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 绿色的 没错 一拉罐 放进蓝色的 说得对 佩奇 乔治想自己放报纸 好吧 乔治 你来放这些报纸 嘿嘿嘿嘿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了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 天空又出现了 太高了 Big balloon Big balloon Big balloon Bigger than the sun and moon Flying high in the sky Flying fly and fly and fly and fly 太迪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迪 我的太迪掉下去了 哦 别担心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迪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太迪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太迪 它在那里呢 太迪它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太迪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太迪救上来吧 太迪 太好了 哈哈哈 哦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太迪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是的 哦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哦 拜托你帮我们 爷爷 佩奇 你午餐都带了些什么吃的呀 一个红苹果 我带了个绿苹果 我们来交换吧 好啊 佩奇 苏西 你们都在做什么 苏西问我午餐都带了些什么 佩奇叫我跟她换个苹果 好吧 但请留些食物 等会儿野餐再吃 好的 林阳夫人 车子开到了山脚下 山路变得非常陡 车车加油啊 你做得到的 车车加油 好啊 佩奇和朋友们到达了山顶 快看看这风景 哇 哇 哇 这是谁在说话呀 是你的回声啊 什么是回声 回声就是 不过还是 当你在山里大声讲话时 所能听见的声音 像这样 尤套利尼哟 尤套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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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回声 野餐时间到了 佩奇喜欢野餐 大家都喜欢野餐 鸭子在哪里呀 每当我们野餐时 它们总会出现啊 你可真是好笑 鸭子可不住在山顶上啊 你好鸭太太 要不要吃点面包 鸭子今天很幸运 有很多面包 鸭子们吃撑了 地图上显示 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 我们肯定是迷路了 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 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呢 你们大家好啊 瑞贝卡 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 你的房间 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 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 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这个叫地洞 我带你看看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进来吧 我们家里没有楼梯 但是有隧道 哇哦 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 这里是我们的房间 哇哦 你们有床 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玩具箱 就和我们的一样 那当然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 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 我知道了 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 好的 拜托你了 首先你要使劲抽鼻子 然后再叫 就像这样 非常好 小兔佩奇 还有小兔乔治 佩奇喜欢做兔子 乔治也喜欢做兔子 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 真是美味呀 真是美味呀 不要 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 乔治连试都不想试 那好吧 我们就能多吃点了 瑞贝卡 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 兔子喜欢蹦蹦跳跳 来外面吧 我演示给你看 我们来跳吧 树木 树木 除了树木 还是树木 佩奇 这说明你没看仔细 好吧 我会很仔细地去看 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 哦 这是什么呀 佩奇找到了一些脚印 这些是谁的脚印啊 抗龙 不是呢 乔治 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 我们跟着这些脚印 看会是谁的 好呀 噓 我们要很安静 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 好的妈妈 乔治 噓 噓 噓 哪里啊 给你 佩奇 用望远镜来看 望远镜能看清远处 我看到一只 两只 三只小鸟宝宝 噓 它们在吃什么呀 噓 它们在吃虫子 噓 真是太恶心了 噓 噓 乔治找到了更多的脚印 噓 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 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 它们在收集树叶 当食物 它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 会的 说到午餐 我们来野餐吧 噓 野餐 猪爸爸 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 对不对 呃 对 但这不是问题 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 那该走哪条路回去 地图会告诉我们 走这边 噓 为什么会有棵树 地图上可没有 噓 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是吗 呃 是的 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 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 佩奇也想要来滑冰 哇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滑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滑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滑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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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花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奇 每个人在花冰的时候都会滑倒 就连我也会滑倒的 你看我 哦天哪 好滑 哈哈哈哈 好气的爸爸 哈哈哈哈 乔治 你想不想滑冰啊 嗯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滑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滑冰吧 滑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滑 推 推 推 滑 明白了 推 推 滑 推 推 滑 嘿嘿嘿嘿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嘿嘿 推 推 滑 推 推 推 滑 干得好 佩奇 嘿嘿嘿嘿嘿 快看我 我在滑冰 呃 佩奇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 我是很好的老师 嘿嘿嘿 嘿嘿 滑慢一点 佩奇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 怎么停不下来 哦 天哪 我忘了教佩奇怎么停下来了 哦 哦 我停不下来了 小心 哇 哈哈 哈哈 我是城堡的国王 嘿嘿嘿 每个城堡都需要一面旗子 哇 他们还有一面旗子 我们才不需要什么难看的旗子 猪奶奶来了 你们好啊 需要点什么吗 一面旗子 谢谢 我们的旗子一定会比男孩子们的好 那我去找找有没有 我是城堡的国王 哈哈哈哈 每一个城堡都需要一个电话 拿着这个 接下来你们拉紧这绳子 然后就能和男孩子们说话了 我们不想和你们男孩说话 我们也不想和你们女孩说话 猪奶奶给女孩子们的树屋找了一面旗子 这裙子能做面漂亮的旗子 谢谢奶奶 这面旗子没有男孩们的旗子好 我想在城堡里面玩 仙女公主都是住在城堡里的 如果我是仙女公主 我就只想住在这种树屋里 我们能过来玩吗 拜托了 只要你们现在说 城堡是最好的 确实是最好的 我一定会待在我的树屋里 我喜欢这个城堡 哦 糟糕 开始下雨了 但是城堡没有屋顶 我们到树屋里去躲雨吧 不 我绝不会离开我的城堡 鱼已经停了 乔治找到了一个泥坑 看上去真好玩 乔治 快来和我玩 恐龙先生 他也想和你一起玩呢 乔治又一次错过了布谷鸟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先去花园里玩 等到时间看布谷鸟了 我来叫你 给你 乔治 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 佩奇 乔治 可以看布谷鸟了 快点 乔治 你不能再错过布谷鸟了 乔治从来没有跑得像这次这么快 乔治 你看到布谷鸟了吗 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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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 乔治喜欢和布谷鸟玩 布谷鸟 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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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晚上了 布谷 布谷 佩奇和乔治非常非常困了 布谷 布谷 啊 佩奇和乔治睡着了 啊 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吗 不是 是该睡觉的时间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布谷鸟好像不太好了 他就是需要休息一下 就像你和乔治 晚安 晚安啊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知道怎么能治好布谷鸟 就像爸爸那样给他上发条 猪爸爸和猪妈妈已经睡了 哦 怎么了 妈妈 爸爸 我们有个东西要给你们看 我们把布谷鸟织好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臭臭拖鞋 不行 实在是太臭了 我知道了 爸爸的旧椅子 但是这可是古董啊 古董 这是什么意思呀 作为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 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 根本不值钱的 等我修好了它就会值很多钱的 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猪爸爸 我知道了 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 好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放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别告诉她 她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嘿 义卖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佩奇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用来烧火 可是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兔小姐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气球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气球 妈妈 妈妈 你看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 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恐龙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 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我就知道 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不要害怕 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 我站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 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的真是太准了佩奇 生日快乐是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佩奇 我想呀 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哦 那是什么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棒 哈哈哈 瞧 试试